农历三月一日子时 登校起假前的上半夜 是庙里最忙碌最兴奋的时刻 天黑之后 拱天宫内已是人潮风急 由地方民众所组成的八音团 吹奏南管乐 庆祝这个欣喜的几日 神龛上的布脉已经涌起 几名女性信徒忙着为妈祖静身更衣 静身是用泡有摩草的清水 为妈祖沐浴洗净 然后换上村民奉献给妈祖的新衣新袍 吹奏南传天宗天生生廟 奥北港真香 起家电礼 电礼开始 祭典 祭典是信徒齐情感恩的仪式 农历三月初一 子时一到 迎送妈祖静香的仪式 在忠古声中解开 拱天宫在每年出发前往北港之前 必定先沐浴摘戒 焚香礼拜 献读文书 将他们尽香割火的新衣 向妈祖禀告一番 仪式由主任委员洛有池主持 依序向妈祖行尽献礼 村民组成的诵经团 颂念天上圣母经 以表成敬归依妈祖 功德回向众生的心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神教抬上正殿之后 由卢主陈秋文 先以香炉熏然洗净 登教安坐 农历三月一日清晨 妈祖和他的前程信徒就将起驾出发 前往北港进乡 白沙层附近各庙里的神教 和民众急促庙前 为南群的妈祖送行 台湾历三月一日清晨 台湾历三月一日清晨 通教室 好 好 这次过 风中 小眼镶 给你 小眼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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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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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教在台中县清水镇的紫云年博焰 地方民众纷纷持相祭拜 也争相瞻仰神教内 妈祖华与慈慈爱的来年 三条村民以农业为主是台湾典型的农村 三月初三近五十分 妈祖随性所致神教突然转向来到这个小村庄下马休息 这个村庄在西罗大桥尚未兴建以前 是台湾南北道路通过浊水溪的必经之路 所以白沙层妈祖的进香活动和这里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为了妈祖的突然驾临 村民们既兴奋又紧张 除了涉案祭拜之外 各户人家也纷纷拿出存粮 并且调来了吹具 为随队人员准备午餐 远在西罗大桥 尚未兴建以前 妈祖神教必须渡浊水溪过岸 传说中某一年溪流湍急水深过尖 正当信徒准备分批搭乘竹筏冒险过溪的时候 浊水溪的滚滚逐流 突然从中凹下一条步道 让队伍聪拥地走过 不管这故事是否只是一则穿凿附会的传说 我们可以确认的是 民众对妈祖的信仰是坚信不疑的 时到今日 当进香队伍通过雄伟傲岸的西罗大桥 我们对过去不免有着更深的缅怀 连续多天的跋涉 白沙屯妈祖和进香队伍 先后经过了大甲 清水 沙鹿 彰化 园林 西罗 伦贝等各乡镇 在三月初四上午十点 杭烈终于进入北港镇 北港朝天宫的信徒代表 和神乐团一格一镇 在镇郊荣众相迎 地方民众更是涉案祭拜 焚然爆竹 场面十分热烈 正午十分 百沙屯进香队伍 终于通过拥挤的街道 神教在成千上万的信徒 欢呼声中进入朝天宫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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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港朝天宫 是台湾妈祖信仰的中心 宫殿式的建筑 从入口到前后四进的殿堂 以及屋顶墙园 各种雕刻文饰 都是传统建筑的经典之作 台湾的妈祖信仰 是人民对肯拓过程的深知感怀 更是社群意识和台湾本土化过程中 所形成的一种宗教文化 北港朝天宫 从康熙年间建庙以来 一直是本省妈祖信仰的重镇 几四年农历三月五日子时一到 白沙屯拱天宫天上圣母 一年一度的北港朝天宫割火仪式开始了 仪式由朝天宫常驻洪庙法师主持 首先送念楼香赞 奉请诸神御会共沾伐喜 然后率同大家持念吉祥文书 以祈求圣母慈哀能够聘佣直伏 割火又称为起火或合火 它是借由香火的地影 以达到神明的灵气 能够延伸船部 火源是取自朝天宫内 终年不灭的长明灯 法师利用金纸 引燃到神堪前的香奴 再以火勺 掏引到白沙屯拱天宫的伙伴内 这种火苗的电影 象征妈祖的千年香火 流传不绝 光明不灭 而妈祖的灵力 更借由这一年一度的合火仪式 达到法脉相传 永不退转的意义 在静耳静耳的呼声中 白沙屯妈祖被信徒们迎请上教准备回家 白沙屯妈祖 白沙屯妈祖和所有的信众 在北港民众鞭炮的欢送声中 满怀着兴奋感激的心情 踏上龟城 四天之后 永恒的妈祖 和他坚毅的子民 将回到他们依恋的故乡 白沙屯 香港人继续 白沙屯妈祖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